墙纸是一个很方便的decoration 很干净 不会讲你要去换的话又要敲 都那肮脏都不会 基本上一个客厅 我们把全部墙纸拖完装回 就是两天就可以做到 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 是不是所有的墙壁都会适合贴上墙纸呢 有没有说哪一面墙 就因为它可能涂了一层漆 是不适合粘墙纸的 基本上我们家里的话 比如说你的厕所 厕所外面那一幅墙 它壁壁的可能性比较高 那一幅墙是不适合粘墙纸的 通常你们都不建议说在那幅墙 当然你要做好心理准备 如果你要粘的话 可能第一年这样子还OK 第二年可能你就看到你的墙纸变颜色 你就要重新教人家做你的壁壁壁 做你的Waterproof 然后再粘回墙纸 是不是在于商用和在于家用的墙纸 它的品质上又不一样 OK如果你是讲Hotel的话 Hotel他们都会用Fabric的Waterproof 比较多 Fabric Waterproof就是会比较 Durable 可以20年甚至更高 长期来算是更加的划算 当然Fabric的Waterproof 很多我们都是会用比较 Plain的Waterproof 那么如果你是说家庭用的话 或者是一般的Cafe都会用回一样的 就是Waterproof的Waterproof 就方便他们选择设计 各式各样设计 比如说你要木形设计 Bumple设计 石头设计 种种都会有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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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